那请教一下郭医师 老老干是不是代表容易排毒 当然我们说一个人 身体的毒素排出有很多方式 包括像我们的尿液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分辨 其实都是一个方式 所以像我们在看门诊里面 我曾经有遇过一个医学生 那他那时候 他那时候已经在当实习医师了 他来看诊的时候是跟我说 手心汗出很明显 那他以前念书的时候 没有这么明显 到了当实习的时候特别明显 那会严重让他觉得这个 跟刀的时候非常的困扰 对 整个手套都是汗 那他到最后就是听从医师的 他们学长的建议去做一个 这种止汗的手术 结果后来手汗没有了 每次只要开完刀 大家都以为他尿湿裤子 变成他跟刀的时候 他都穿两件手术裤 他一种要被刀 因为其实全身的汗液 它的总量是一定的嘛 你把手汗切除之后 你可能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对 会变成说 其实这个也是他在这种 待人处事或者是工作上面的 一个非常大的困扰 那你说这样的汗 就是一种太多量 那像我们在处理门针里面 也常会跟患者说 你这样不流汗也不行 那你不排便也是不行 你尿域够少也是不行 那像云林县 它是一个农业大县 所以每个人大概都是在 大县地要工作 那你说 你叫这个阿公阿嬷 他头不流汗 他要怎么散热 做世人比较多 对 那你看他们来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 他们的衣服其实都沾有点黄购 特别是他们腋下容易出汗 那我们说腋下容易出汗的话 它包括我们所谓大汗线 大汗线里面就是 好像有刚刚那个书姨姐讲的 有这个尿素啊 有脂肪酸啊 甚至有比较黏的东西 会分泌出来 那你说发现 这样子一个人他身上 他可能也跟他饮食会有关系 你说叫这些人 他吃清淡的饮食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做 这种劳力出重的工作 他可能必须要吃比较 他可以比较有这个体力 去从事一整天 劳力重的工作 那当然我们说 我们一个人的汗出的多寡 跟毒素排出的多寡 其实跟他饮食有绝对的关系 那另外一个 也跟我们所谓的睡眠有关系 有一些年轻人 他没有在工作 可是晚上拼命在上网 拼命在追剧 他其实也会造成 所谓的阴虚内热 手心脚心会出汗 那这个也是一种 毒素的排除吗 其实我认为这不是 是因为他生活 所谓的颠倒持续之后 形成一个病理性的现象出现 我这样说好了 譬如我打球 就整个汗汗 我以前做产 如果落产就是整个汗汗 这算排毒吗 这算排汗 那不是排毒 一般的人就把所谓的排毒 它的意义把它扩大很多 你排出汗也是用排毒 那其实在某些定义来讲 它狭义的是排毒 但是有些人都认为说 这个就是排毒 大量让你出汗 那其实大量的出汗 其实对人体来讲 也是一种正气虚 你说流汗流汗 你进去一个冷气房 反而容易感冒 那适度的流汗 其实对人体是一个 正常的排汗排毒的一个方式 就算了